这里是国家武器测试中心 它是亚洲最大的武器测试中心 这里有着世界上最为严苛的环境试验标准 今天它第一次向我们掀开起神秘的面纱 这是亚洲最大的模拟河水实验室 中国装备的所有轻型武器 几乎都经过这里严苛的挑战 这一次我们依旧使用中国严格按照阿卡四七图纸生产的一款五六冲 和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八一式进行代弹实验 随着球渡价的下降 八一式自动步枪和五六式冲锋枪 被完全淹没在早已注满九吨水的试验河道中 要知道这河水中还隐藏着面粉颗粒大小的众多泥沙 八一式进行代弹实验河道中 河水以两米每秒的速度 裹挟着二十七公斤泥沙 向八一式自动步枪和五六式冲锋枪进行冲击 这两杆枪能否经得住考验呢 考验升级 球渡价模拟实战中 士兵携枪球渡过河 随着球渡价连续晃动 枪支受到河水更加猛烈的冲击 经过三十分钟的高强度进河水试验 这两支枪早已被河水完全浸透 而且枪体内外都沾满泥沙 他们还能正常射击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五六式冲锋枪有着与阿卡四七同样超强的可靠性 那么我国完全自主研制的八一式自动步枪能否打响 由此看来 八一式步枪在可靠性上 完全达到了军方提出的可靠性要增强的技术指标 那么射击精度上比阿卡四七又如何 这是一个标准的一百米封闭靶道 即将在这里进行巅峰对决的 依旧是八一式自动步枪 和中国按照阿卡四七图纸生产的五六冲自动步枪 他们将分别对一百米外的五个啤酒瓶进行射击 胜负即将揭晓 首先出厂的是五六式出风枪 一百米外的啤酒瓶肉眼看起来比打火机大不了多少 这是一项难度相当大的挑战 执行这轮测试的赵班长是一名服役七年的老兵 他日常的工作就是对步枪进行射击试验 对即将测试的两支步枪非常熟悉 观察员需要借助专业的望远镜对射击结果进行现场观测 我认为了一项难度相当大的挑战 我认为了一项难度相当大的挑战 五六式冲锋枪再一次展示出它的威力 一百米外的啤酒瓶纷纷被打碎 不过第五发子弹却打在了瓶底下方的木板上 最终五六式消灭掉四个啤酒瓶 战绩不错 八一式随后上场 第一枪击中目标 第二枪也十分干脆 第二枪也十分干脆